沙坦类降压药是不是伤害肾脏 长期吃是不是对肾不好 类似的问题很多高血压的朋友都会问 为什么有这个问题的提出呢 其实就是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肌肝稍微高一点点 肾脏不是特别好 这时候身边的医生就告诉他 这个沙坦类药不能再用了 因为他加重肾心症 实际上来说这样认知并不客观 也并不正确 沙坦类降压药实际上来说 他是不能用于那些肾功能极其恶化的病人 比如说肌肝高于265 或者说肾小球率过于EGF2低于30的人 这些人的确不能用 为什么他不能用 因为沙坦类降压药扩张出球小动脉 让这个肾小球的灌注压可以降低 甚至导致这种肾功能继续恶化 但是对于EGF2肾小球率过于高于30 以及肌肝没有达到265 那么高的一些个肾功能受损的患者 其实是可以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沙坦类降压药 它不直接损伤肾脏 它还可以减少尿蛋白 保护肾脏 而且对于糖尿病肾病 都有明确的这种保护的作用 甚至减少其发生的作用 所以说沙坦类降压药 其实对于那些肾小球率过率高于30 以至于甚至有些人是高于45的这些个肾病的患者是可以使用的 它不是说绝对的禁忌症 而绝对不能用沙坦类降压药的患者是哪些 比如说高甲血症 比如说怀孕了 比如说双侧肾动脉洒斩 这些人是绝对不能用沙坦类降压药的 但是对于肾脏受损的患者来说 它是分不同情况的 那种特别重的EGFR在30以下的是不能考虑用的 但是对于EGFR30以上甚至更高一些的朋友 是绝对可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的 为什么 因为沙坦类药可能延缓这些患者 肾功能持续恶化的这种进程 希望让大夫今天对于沙坦类降压药的这种解读 能够帮到你 大家如果说搞不清楚这一类的问题 去就医 找到专业的医生 无论是心内科还是肾内科的医生 让他们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这样的话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因沙坦类降压药而受益 而且同时也有那些肾功能特别恶化 肾小球率过率低于30的朋友们 能够避免因为吃沙坦类降压药 导致肾功能的恶化 希望这个视频帮到大家 大家觉得好 可以转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张志明大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